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階段 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再度放話 說臺灣偷走晶片業務 如果他當選總統要對臺灣晶片徵收關稅 隨著川普勝選機率攀升 讓台積電ADR28號大跌 百分之四點三 顯示市場對公司前景充滿擔憂及不確定性 就怕川普效應影響臺灣市場 讓臺股今天一開盤就大跳水 早盤一度下跌近五百點 雖然隨後跌勢收斂 但中場也下跌兩百七十一點 一舉跌破月線關卡 臺基建盤中一度跌三十元 中場小跌十元作收 鴻海中場跌幅來到百分之二點五六 聯發科則下挫三十五元 收在一千三百元 全值股下跌 究竟是不是進場佈局的買點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點名臺達電鴻海廣達等五支股票 離前波高點還有一段距離 尤其鴻海如果今年第三季 EPS優於去年第四季表現 股價就有可能向臺基電創下新高 選舉出來結果之後 美股還會有機會做一個持續的 往上盤伸的一個走勢 但是真正誰當選之後 落實他的相關的政策 可能要注意一下 目前是官網 但臺基電基本上 基本面真的非常好 專家認為臺基電財報強勁 受川普言論影響有限 但還是得觀察後續具體政策 相較於電子股一片綠油油 統一成為大股東後的網家 連續四天漲停被列為助益股 翟佩銅也拉出第三根漲停 逆勢吸睛呈現兩樣勤 三地新聞 華少平 伊力亭綜合報導